哈喽大家好 自从三周年日轮之城上线后 我游玩家就对爬塔活动念念不忘 爬完原阶神违章建筑后 520零路遇前终于带来了爬塔3.0的传新版本 鬼王之宴 鬼王之宴页面里集合了爬塔、商店、对一进猜 绘卷、捐材料多种玩法 更新还会开放老老火BOSE挑战 其中百妖退制就是本次的核心爬塔部分 从5月20日一直开放到6月9日 整整三周时间 每完成10次事件就能触发一次鬼王来袭 前期只需要5次 击败鬼王后可以选择奖励 推荐直接选御魂 当前层数越高奖励越好 但即使是最开始的御魂奖励 也能开出1-2个6星御魂 按照10张门票开一次御魂奖励来算 50张门票等于十几个6星御魂 相不相 虽然后期难度提升后 鬼王可能需要通过多次挑战超过10张门票 但奖励也随之提升 水耕亮的欧洲人甚至可以多次开出6个6星御魂的奖励 我酸了 即使一张购义门票也不买 每天系统赠送50点侦查力 三周的时间总共可以获得4-500个6星御魂 还附赠几百一千的金蛇皮 而这一切都只需要动动手指 每天用十几分钟清空系统赠送的侦查力即可 更重要的是这几百个6星御魂只不过是爬塔过程中的产物 爬塔所产生的积分还可以在商店中兑换SSR召唤券 黑蛋 盗核神新皮肤 体力 蓝票 开箱子 哇 是不是感觉香爆了 如果你像我一样愿意花勾玉买门票 那么最推荐花7500勾玉把5勾玉和10勾玉的门票全部买完 这样可以多出1000张门票 折合三四百个6星御魂 并且有大量的多余积分可以开箱子 如果恰好财力雄厚 还可以考虑花1500勾玉把剩下100个门票也给买了 办公商店了解一下 这次活动也优化了以前门票容易溢出的问题 侦察力最高999 系统赠送的侦察力两周都对不满 上班党和学生党都可以攒到周末亲活动 可以说非常人心化 那么肯定有观众老爷会问了 你说这个活动奖励那么香 那它是不是很难呢 作为只有真女叔叔的小萌星可以打过去吗 答案是没问题 这次活动难度非常低 小怪关卡发生的战斗完全是送的 类服摩达提 神秘商店 其余开宝箱或选剧情 也完全不需要练度 萌星和老玩家进度差异可能就在鬼王boss上 鬼王boss类似超鬼王 一个boss带很多小弟 每次现实挑战两分钟 打不完下一次进来会继承上次血量继续打 老玩家可以一两次迅速击杀 节约门票 萌星玩家也可以自己慢慢吃 或者组队和大佬一起打 每天前五次组队有奖励 所以老玩家们也记得带一带萌星或者小号 拿到组队的额外奖励 降低爬坦难度的另一个关键系统是神域之石 每次通往下一层都会触发不同世界 除了退制战斗 打提 商店 奇遇以外 还可能刷出神域之石 如果遇到千万不要错过 一定要点 每次触发神域之石 可以在三个祝福中选择一个 祝福中比较重要的 有消耗鬼火减少和伤害建设 满具后 前者淘汰灰叶剂追悦神 后者让单体技能变群体技能 静天玉藻前 小天狗 全夜叉等伪AOE石神瞬间爆炸 欲婚触发的真女 鬼灵戈基伤害也会建设 丑女加真女AOE石神 就可以轻松过所有小怪 打鬼王boss可以用输翁 轻机配合打出更高伤害 其他祝福 推荐拿下 宝杀 速度 其他还有两个位置 看运气 还有自己喜好 祝福里面的真女 满级触发概率有60% 如果能刷出满级真女 那么输出是神 可以换首领御魂 或者换狂鼓民屋之类的 层数较高后 怪物血量偏肉 推荐带一个系统的血优魂 效果也不错 这次爬塔 还有个特殊的月卡可以购买 激活后 每天前十次事件 不消耗门票 所有祝福等级提高一级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只要不是学生党上班族 只有遮磨玩活动的 都推荐购买 中间的对异竞猜 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 不要错过 最后是活动商店 可兑换商品还是很丰富的 SSR召唤券 黑蛋 五星白蛋 道河神型皮肤 动态头衔框 三千体力 等加在一起 也需要200万左右积分 想兑换更多奖励 还是需要买点门票赶起来的 每次爬塔类型活动上线 都会让整体练度提升一节 那么也是祝愿大家都能在 林路玉田鬼王之宴版本 成功收获想要的御魂 喜欢本视频 记得点赞 投币 收藏 一键三连 也欢迎大家在各个平台 关注我的频道 艾特哥喊成路 明天老罗火上线后 鸽子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新活动玩法的更新 感谢收看